说到世界知名酒庄,Napa必须拥有姓名,Napa Valley是名副其实的富饶之地,在加州阳光的滋养下风景优美,整条山谷内部种满了葡萄,到处飘散着葡萄的果香和葡萄酒的醇香。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地产老朋友Frank Latim的Emma,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Napa County的城市Napa,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或者购买就进山湾区房屋或访问湾区,那您来堆地方了。 Frank从事旧金山湾区房地产30多年,对旧金山湾区市场上的房产了如指掌,如果您想要出售购买或者对房产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我,电话短信,邮件都行,随时为您服务。 如想要联系更多的视频,关注,点赞收藏我的频道,每天带来更多房产资讯。 Napa是Napa县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北加州葡萄酒之乡的主要城市,该市位于湾区的北湾地区,截至2021年底,该市人口为77,480人。 Napa是加州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以其酿酒场、餐馆和艺术文化而闻名。 Napa Valley距离旧金山一个半小时车程,所以成为了很多旧金山当地人,当然还有来自全世界游客非常热衷于前往的一个地方,赏景,拼酒,享受人生,美哉美哉。 Napa以酒庄文明,南北纵向长度大约有30英里左右,从超南部的Napa小镇一直到超北部的Kalistoga小镇,Napa Valley本身地处丘陵地带,但是并没有特别陡峭的山坡, 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阳光为种植葡萄提供了天然的场所,这也是这里成为世界闻名的葡萄酒圣地一个重要的原因。 Napa谷的温度比较舒服,冬季超冷也不会低于零下,夏季超热也不会搞过35摄氏度,超适合前往Napa酒庄的时节是春夏, 但游客数量也是全年超高,不仅仅当地的酒店价格会上涨,酒庄的服务也变得不那么优质。 Napa谷中有四个城镇组成,分别是Napa小镇,Street,Helena小镇,Yountville小镇和Kalistoga小镇,四个小镇当中, Napa镇有超多的酒店和餐厅,当然也是所有游客出行到此的首选,这里有着非常方便的住宿和交通, 并且Napa Valley非常著名的一项旅游项目品酒小火车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这也是很多人选择这里的主要原因, 其次Yountville小镇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里有很多比较高档的餐厅和酒店, 预算充足并且愿意享受出行生活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在这里入住,当然价格就会高出不少。 Napa谷有超过400多家酒庄,所以这里自然成为了爱酒人士的休闲首选,Napa谷的活动包括了。 Napa Valley是一个文明世界的红酒圣地,那么这里以高端葡萄酒出名的酒庄自然是游客们来到这里的初衷和首选, 另外很多酒庄以其独有的艺术建筑风格,作为特色的卖点吸引游客,很多的建筑充满了异域风情并且充满了艺术氛围, 在凭酒之余还能参观,非常具有自己风情的建筑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Opus One Winery是一座专注于生产优质波尔多红酒的酒庄,这里的葡萄酒, 想由美国酒王的称号,是全球超顶级的葡萄酒款之一, 因为这里优质的葡萄酒也成为了很多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潮趋之若鹜的酒庄之一, 想要品尝超优质葡萄酒的小伙伴,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著名的Costello di Amorosa城堡酒庄以其独有的特色建筑风格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 对于很多第一次来到Napa Valley,并且本身作为一个小白对于葡萄酒的了解程度也不是很高, 完全抱着逛一逛看看一看的心态,那么这绝对是你的抄家选择。 Omea Carneros是由法国鼎鼎大名的香槟生产商Tatinger再次创立的起泡酒酒庄, 因此这里也成为了整个Napa Valley比较少见的以起泡酒为主的酒庄之一, 整个酒庄以法式城堡为圆形纺织建造,充满了法式风情, 人们来到这里不仅能够尝到非常优质的法式起泡酒, 还能够体验到正宗的法式风情。 Napa Valley独有的品酒小火车,英文是Napa Valley White Train, 这列火车是从Napa小镇火车站Street Helena小镇, 单程1.5小时,根据你选择的套餐不同,可以变换形成, 可以乘坐复古的火车,在车厢内用餐品酒,并且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 而且如果选择乘坐火车的小伙伴,也可以选择火车所附赠的一些项目套餐, 单程前往Street Helena小镇,再去参观游览一到二个酒庄超后, 返回到Napa小镇的行程。 热气球作为Napa Valley的另外一个热门旅游项目, 也是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毕竟这里有着非常好的自然风光, 从天空中欣赏风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截至2023年年初到12月的数据,共售出512套房子, 单户住宅的平均价格为130万美元,每平方英尺约825美元, 房屋面积中位数1800平方英尺,最高售价为1450万美元。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为能为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和专业知识而感到自豪。 如果您正在考虑在旧旧金山购买或出售房屋, 请随时致点我们4088-280-600,谢谢。 谢谢。